主角妇幼医院调查发现 本地美五名孕妇当中 就有一人可能患上产前忧郁症 医生表示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孩子的智力可能受到影响 国大医院接下来就计划追踪 患上产前忧郁症的低收入妇女 观察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的发展 必要时及早介入提供援助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40岁的迪安娜因生患红斑狼仓 原本没打算怀孕 但今年初意外怀了孩子后 却失去工作 经济负担加上慢性疾病 令他陷入了产前忧郁症 为了帮助患上产前忧郁症的低收入妇女 国大医院去年9月开始 通过问卷找出适合加入计划的孕妇 并为他们提供辅导 而这些妇女在产后两个月内仍可获得帮助 孩子则可加入幼儿培育辅助计划 Kid Start获得学习和医疗方面的援助 主角富有医院表示产前忧郁症在本地相当普遍 过去三年他们平均每年诊断的案例大约有70起 而多数造成的原因包括经济状况不理想 或是怀孕时出现了并发症等等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